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桂花树 桂花树的品种有非常多 有些品种到9月份或者是10月份的时候 就是它的花期 但是有些品种像我这一棵品种一样 它只长新叶没有开花 等到三四叶的时候它才会开花的 那么我们就要进行给它打顶 像我这一盆一样给它打顶之后 它一个枝头就会冒出两个新枝 这样的话它就会极繁叶茂 到时候它开的花更加多 消耗的养分也是非常大的 那么我们就要给它补充养分 这样的话才满足它的生长需求 能让它长得更加壮 因为这个新芽已经冒出来了 我们就以蛋磷甲肥为主 不要给它施蛋肥了 如果再继续给它使用蛋肥 比如尿素的话不断的生长 而且这个新芽比作远弱 没有那么挺直 它的抗病率就会下降 那么我们可以给它使用一点控制复合肥 这个控制复合肥它里面所含的三大元素是比较均航的 它肥力比较温和 只要把它撒到盆土表面均匀的撒一圈 这样经过浇水之后它就会快速的溶解 能让这个桂花树快速的失收 让这个新的枝头长得更加均壮 它是一个长效肥 我们每隔三个月给它使用一次即可 好了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 在九月份如何养护桂花树 能让它的新芽长得更加均壮 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